不过现在大家都很看好了是大陆的经济实力 所以在一间华资的企业 他们特别在波莫娜这个商场完工之后呢 会开放20个投资移民的额度 目前已经帮助了不少投资人获得临时绿卡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了 把这些临时绿卡将近200位的投资人已经办出来了 然后一期二期的将近20几位的永久绿卡拿到了 看占地11万平方英尺的波莫娜商场开发案 完工后获得多家主流商家青睐陆续进驻开店 而开发商YK集团更持续开展工程 要兴建8万平方英尺的政府大楼 并且开放20个投资移民 希望华人共享盛举 我们这8万尺的这个办公楼也是由投资移民 他们投资进来的我们把它完成 他们也能够拿到绿卡 所以客户对我们来说大家都是互利互惠 那我们又重新再签了一个10万尺的 跟州政府的一个协制楼的项目 这个也可以开放给投资移民 不只建案看得到有保障 业者强调他们还持有20年的商场租约 且多数是自有资金开发 让投资移民的风险相对低很多 而波莫娜市长更到场支持 他感谢华人协助开发 期盼未来能共闯双赢 强调早就把地给租下来 并且完成了大部分的开发 最后才将这一小部分的空地拿来做EB5投资 希望能大大增加投资人的成功率 以上的东西新闻用之彭提 在彭莫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